神情款款告白 宥慎愛妻形象深植觀眾心中 但隨著演藝圈MeToo風暴延燒 宥慎人設跟著翻車 受害者回憶事發當下 宥慎在車中二度伸出狼爪 直到被害女子大聲呵斥才停手 隔天傳簡訊道歉 說自己喝醉了 但受害者可不止一人 另一名受害者在會議室遭宥慎二度環抱 事後不但沒道歉還留下這句話 第三名受害者則是女攝影 宥慎曾經以借廁所為由 進到家中 沒想到竟直接跨坐在對方腿上強吻 更強行伸舌頭填耳朵 嚇得對方完全愣住 甚至還把手伸進被害人衣服裡 最後在軟性勸阻下才沒得逞 但還能息息鬧鬧離開 面對被害人出面指證 宥慎十八號下午發文道歉 說自己曾經的行為造成傷害和陰影 感到抱歉 面對曾經犯過的錯 不會逃避 還連說兩次對不起 看看又盛粉絲專頁滿滿跟妻子的合照 更是演藝圈愛妻模範聲 如今形象全毀更被貼上性騷擾慣犯標籤 對受害者的傷害已經造成 恐怕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解決 靜新文綜合導 謝謝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